那离家一年多了 大象这是想回家了吗 新的动向是否意味着 他们准备踏上南归之旅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总台央视记者 昨天晚上从前方发挥的报道 我们了解到 一直在迪墨山附近活动的野象 在傍晚时分开始下山 在清醒过程中 根据我们前方的观察 大象在下山过程中 有两条道路可选 一条是下山路 沿途有玉米芭蕉 一条一是沿着山脊线行组 延南省森林相防总队 和玉西公安无人机监测分队 分工协作 把守在这两个重要方位 开展重点监测 最终头像是选择象群 在选择第一条巷路行走 其中最考验象群的是 下山路上经过的 一个大的水坝 虽然像呢 我们的这个像大象家族 是会游泳的 但是毕竟这个家族中有幼小 还有今年出生不久的象宝宝 涉水通过并不安全 最终他们选择从水坝上 窄窄的前天道路上通过 最终到达了目前的 河山县的龙团乡 至于下一步 会不会继续往反程度的方向行走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是因为清中老师给我说 他正在带领一个团队 沿着大象祖国的这个路程 检实大象的粪便 通过初步观测 大象分辨中 除了有玉米甘蔗苗等残渣 还发现有树皮 这也刷新了专家的认知 遗憾的是 没有检实到右向的粪便 陈老师计划 接下来还将开展 多种形式的跟踪观察 独向我们发现也在移动 他目前已经从晋宁区 进入了安宁市 靠近晋宁西洋乡和 双核乡交际的一个地方 对于独向 专家认为要重点地方 因为他正处在一个青春叛逆期 而且他是独自一个 没有多少组织纪律性的约束 那么进村窜户 寻找吃的随时都可能发生 因此要提醒 沿路要做好更加精细化的 不防措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